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炳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常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日本最古老的溫泉、道後溫泉 是一個集合傳統歷史、美景美食 還有超棒的溫泉的一個區域 在這裡待個一碗好好來泡湯 以及深度體驗這裡的美好吧 道後溫泉位於愛媛縣最大的城市松山市 從松山車站 達成一羽鐵道的室內電車 大概20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達道後溫泉了 跟很多位於山中的溫泉鄉比較起來 道後溫泉的交通真的非常方便 據說很久以前有一隻陰獸腳傷的白鹿 把腳浸泡在這裡的溫泉中後痊癒 看到此幾年人感到不可思議 一開始學白鹿泡溫泉 這也是道後溫泉的由來 最具代表新的道後溫泉本館算是道後溫泉的地標 於1894年改建完成 主要是由四棟建築組合而成 是設有日本唯一的皇室專用浴池 也是日本第一座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資產的大眾浴湯 自從2019年開始 道後溫泉本館開始進行大規模整修 也期待整修完成後融光煥發的樣貌 大家也可以嘗試道後溫泉的兩個外湯 一個是裝置湯 一個是飛鳥奶湯泉 兩個溫泉會館中間還有一個超級似的打卡的中庭 大家可以穿著浴衣或和服拍美照 飛鳥奶湯泉的特色就是飛鳥時代建築風貌的溫泉湯屋 入口就讓人家眼睛映亮 優美的室內設計 加上書法家子中女士的書法寫著水流香文字的雕刻作品 很像在拜訪跟美術館 二樓還有60點的休息室跟獨立休息室 最有特色是需要預約才可以泡的特別浴室 重現道後溫泉本館的皇室專用浴池 給你一個獨立的休息室更衣休息 然後享受獨特的泡湯體驗 除了泡湯以外 這裡還有幾個特色景點讓大家參觀 為了紀念道後溫泉本館的100週年 在車岸附近的放生員設立一個少爺機關中 每天早上8點到晚上10點 時鐘本體會隨著音樂上升 由於日本文豪夏目數時的少爺 是以松三為舞台的小說 故事當中的登場人物會隨著時鐘一起出現 講到少爺也不能錯過緩慢行駛於 陳夏丁的少爺列車 大家可以在道後溫泉站看到列車的人員 手動讓列車掉頭換軌道 非常有趣 至於車站的星巴克也不能錯過 到溫泉站設店如其名 就直接蓋車站 車站是由1911年建造完成的明治養風建築 從開放感十足的一樓點完餐之後 我們可以沿著窄窄的木造樓梯到達二樓 到一個位置不多 但開放感十足的類似交流梯的空間 感覺明治時代的大家 是不是都坐在這裡等待火車的到來呢? 車站對面的商店街是一個長約250公尺的 L型圓頂拱囊商店街 以土產店跟餐廳為主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以賴戶內的海鮮 衣羽在地野菜所做的料理的道後魚舞 試試看附著當地名產釣魚飯 以及超多配菜的魚舞御膳 如果想吃吃看日料以外的東西 那就試試看道後的丁屋 這家漢堡百名店整個傳統廳家風Style 還有小小的庭園 除了漢堡好吃以外 搭配一個道後名產roll cake也不賴 記得加點一杯愛媛的蜜乾汁 說到蜜乾汁也可以在這裡嘗試一下 加米乾做的不同甜點 比方說雙麒麟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古老的溫泉街當然也有些神社寺廟囉 可以走到超美食街的伊佐爾波神社 參拜一下重要文化財 到圓滿四球的戀愛運 或是到守護道後神社的湯神社 還可以順道去旁邊的天空散步道 泡個足湯也要看道後溫泉的景色 這裡有很多飯店可以選擇 薄薄取材的時候所入座Hotel到後呀呀 進到大廳就有免費無限倡飲的蜜乾汁 真是新奇有趣 房間本身非常小小可愛 離飛鳥奶湯泉非常近 走路幾分鐘就可以直接泡湯了 另外不得不提一下早餐 蔬菜水果的選擇真的很多 很適合出去玩也想追求健康的朋友們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咯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博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